各位飢民們好 上次看聖Martin的手錶是一盤一盤看 這樣才夠過癮 上次看了下面那行 即是不同款式的GMT手錶 都是用精工的NH34機芯 今次看上面那行 今次不是兩地時間的手錶 而是用不同的物料做錶殼或錶圈的手錶 這款我相信大家看就覺得有點像某款的潛水錶 沒錯,44mm錶徑 整個錶殼和錶圈都可以看到是用青銅的 所以真的很有這個潛水錶的味道 六時位置是Automagic 200米防水的手錶 看到殼和錶圈都是用青銅的 現在是非常光彈 帶久了之後就會氧化 顏色就會更加暗淡 還有復古的味道 當然復古的味道配上這條啡色的皮帶 這樣就更正了 我現在在轉這個單向旋轉的青銅外圈 也很順暢 大家也看到 總之一看到這隻錶 就想起一些很復古的潛水錶味道 聖Martin的手錶底蓋都沒有什麼 所以主要看表面更好 用這個精工NX35的機身 有這個日力 200米防水 帶上7吋的手錶 雖然它有44mm錶徑 但錶耳的錶耳其實也不太長 因為這個錶殼的設計 說了青銅的手錶 不如說這隻 這隻也是青銅的 不過就局限於一個圈 青銅圈 其他的位置 你看到灰灰的 磨砂暗啞的什麼顏色 其實這隻錶是用了鈦金屬殼 它是鈦金屬殼 還有青銅的錶圈 這個配搭是否應該比較少見 它是標徑42mm 我現在也在轉單向旋轉外圈 也是走這個潛水錶的路線 如果大家喜歡更多物料 可能這隻也可以想想 自動200米防水的手錶 我看到這隻錶是Paneride Radiomere的手錶 不過當然 鶴型有少許相似 其他位置也不太相似 也有夜光 還有精工 剛才也說的NX35的機身 也是200米防水 大約7吋的手錶 這隻錶耳去錶耳是過50 比剛才那隻長的 因為鶴型的設計 介紹潛水的手錶 不如看看飛行員手錶 這隻只有39mm錶徑 錶耳去錶耳都是48-49mm 很簡潔的設計 也是配合它的主題 就是飛行員手錶的主題 所以你看到它聖Martin的Logo都沒有 最正宗的飛行員手錶 夜光亦有 給大家看看 也頗鮮明 配合這條咖啡色皮帶 也是令大家想起飛行員手錶 也沒有在底下進黑些甚麼 最重要是夠簡潔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39mm當然不會太大隻 而且也是泰金屬的錶殼 所以很輕 說到泰金屬 又繼續說泰金屬 這次就去潛水錶 這兩隻一看就知道潛水錶 40mm錶徑 錶耳去錶耳是46-47mm 當然有很強的潛水風格 也可以旋轉外圈給大家看看 用了陶瓷外圈 這些錶還是泰金屬的手錶 泰金屬殼、泰金屬帶 有陶瓷外圈 即是說有堅硬、夠輕 這也是非常棒的 這隻錶因為潛水 更加強的就是300mm防水性能 有上鎖的錶觀 解鎖後就可以調節時間 連日力槍也沒有 所以就非常簡潔的設計 最簡單就是這樣 加完時間後就上鎖 確保它有300mm防水性能 總之這隻錶又潛水又輕 看見一條大造板的設計 扣是聖Martin的六邊形 大家相信都很熟悉 有Double Pushes 一按兩邊打開 應該沒錯 也有Diver's Extension 潛水衣的延伸 有一個Push 字 按下去就可以拉出拉入 調教鬆緊 方便你穿潛水衣的外面 所以真是一隻可以潛水的Tool Watch 防水性能當然有 亦沒有做透底 沒有甚麼進黑 還有看到有排氣罰 300mm防水有排氣罰 大家更加有信心的保證 提到300mm潛水的 當然有夜光 亦給大家看看 亦很強的夜光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有40mm標徑 也不會太大隻 而且真的很輕 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介紹 不同的物料造的手錶 有兩款 主要都是黑面 不過指針有少許不同 看看大家喜歡哪隻 排氣罰兩隻都有 因為殼型應該是差不多的 今集最主要是說說不同物料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青銅 右邊那兩隻 就有青銅的元素 然後其他就有 泰金屬、泰合金的元素 咦?為甚麼要調一調位呢? 因為到說價錢 順番次序 最便宜當然是右手邊 這隻飛行員的手錶 最貴就是左手邊 兩隻300mm潛水錶 最便宜的右手邊 五級泰金屬 都是1100多港元 然後中間那兩隻 就是千多元 都是青銅 不管是青銅還是泰金屬 最左邊那兩隻 300mm潛水錶 都是不用3000元 都是2800多港元 我經常都說 聖Martin真的有時二半雙人 這麼便宜 都可以玩到機械錶 還有不同的錶殼物料可以選擇 想怎樣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觀塘的著數店查詢 試戴上手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希望大家也挺有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都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很大推動力 貴的手錶我固然會介紹 但這麼便宜的入門手錶 還可以這麼多東西玩 怎可以不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